好 叶医生 上次你打赌说 可以治好胡蜂的毒 而且用自己身体做了实验 现在胳膊都黑了 还没有效果 这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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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这种药的药性 慢而温和 所以效果不会这么快 但是你可以 每天拍一张照片 这样能看到治疗的过程 万一这个药没有效果 你想过后果吗 那也不能让大家 去买所谓的特效药 时间还长呢 你们不用担心 我相信我不会有事的 爹 这喝特效药的人越来越多 我怕事情闹大之后 不好收手 三大家族向来是相互滞好 他上官卿 轻易不敢找我们麻烦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这万一惊动了 上面的人怎么办 现在兵荒马乱的 通往外界的路都被封锁了 更何况 不是还有上官文宣吗 这件事 他上官家也无法置身事外 我说 文宣 今天 根据市政府的新政策 咱们必须将全市的特效药 马上下架 全城必须使用业家药部 提供的药丸 你只有三天时间 让这些特效药全部下架 三天 三天怎么可能够 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就按我说的办吧 否则咱们都会有大麻烦 这是我父亲任务给你打的电话 你有什么意见 就去跟厅长和市长说 对了 另外你必须把这些日子 咱们所赚的钱都交给叶姐 让他们采购原材料 既然娄子是咱们捅出来的 咱们必须得负责到底 什么东西 好 俊天 你不能再喝了 起飞 马上把他关到屋子里去 必须让他把毒瘾戒掉 是 关起来 表 表哥 好 坚持一下 谢飞 这次你可以好好出出气了 千万别受软 给我往死里打 否则 过了这次就没这个电了 好 你是不是有病啊 不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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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 我真的怕你讲 讲 将来后卫报复我 少废话 快点 那你 不报复我 老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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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坚持住 同月斋 王八蛋 开门 他 开门听见没有啊 别管他 否则毒瘾根本戒不掉 郑天 你坚持住啊 不然毒瘾真的是戒不掉的 跟我打放 我打破了 哥 你坚持住 用力啊 来 你 哥 你坚持住